南韩三星电子再度校正台积电 30号宣布正式开始量产3奈米晶片 打着全球第一的名号 试图在制程技术方面 弯道超车台积电 三星宣布3奈米制程 使用最新一代GA开发技术 不同于现有技术 FinFest三面炸机构造 GA采用四面环绕式结构 可以完全包覆电子通道 更精准控制电流 有效解决漏电问题 三星也表示 GA3奈米制程与采用FinFest架构的 5奈米制程相比 可以节省45%的电力 提升23%的效能 减少16%的半导体面积 看似完美的技术 相对做起来也更困难 专家直言全球GA生态系统 还没完全到位 三星想先投入GA3奈米量产 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 客户买不买单也是个大问题 根据试掉结果 今年第一季全球晶圆代工市占率 台积电以53.6% 遥遥领先三星的16.3% 而且三星目前尚未实际接到 三奈米的订单 宣布量产的宣传意义 可能大于实质意义 而台积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 投入三奈米量产 制程发展相对循序渐进 市场预期 三星想在产能规模追上 劲敌台积电恐怕市场硬仗 记得有综合报导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